可笑的政策 無能的政府 政府可以聽見人民的心聲 政府可以趕快開放拓一快篩 因為畢竟差鼻子的真的很難受 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那其實快篩季一劑難求的情況之下 最近我們到藥局實名制排隊的時候 還不一定可以排得到快篩季 像我們一般上班族來說 如果我們去排隊的話也不可能 下午時段也不可能 那這個松山慈會堂這邊 在14號 15號兩天 將發出4000劑的免費快篩 現在目前藥局實名是大排長龍 很多民眾 甚至我跟你一樣都是上班族 買不到 那你覺得政府有沒有聽到民眾的心聲 當然是沒有聽到 只有看到這個人龍 等於好像在紫南宮排前五一樣 這樣的政策 這樣我們的政府看到之後還會說 去年說沒缺口罩 今年還會說還會說沒缺篩季嗎 如果看到這樣的人龍 不知道政府做何感想 都會想要來這邊領取快篩季 因為政府的快篩就是一個月只能買一次 它也不夠用 那因為工作上的需求 那也每個禮拜都在快篩 那也怕不夠 那對所以也是希望政府可以把量能可以提高 進去藥局實名是排隊的時候的情況是怎麼樣 都滿長的 因為小藥局是九點開門 大概七點半就有人在開始拍了 那因為我們要上班 比較沒有那個時間去拍 本一家有六口的話 你說一個人只能買一季的話 那我們要排幾次才能買得到 所以大家都很擔憂 對啊對啊 你覺得政府有沒有聽見人民的心聲 應該有啊 只是它沒有辦法做到啊 是政府的防疫措施做得好 是我們人民大部分 講白點是怕死 但是講貼切一點應該是關心自己的家人 所以不是我們願意排隊 而是我們不得不排 你覺得政府有沒有聽到民眾的這個心聲 那應該看不出來 政府沒有反應啊 對啊對啊 都要看怎麼辦 老白已經自覺動 來不太idan的 變成什麼 bueno 那還以為你聽到 老百姓的聲音 打個問號 等等 事件 2022 姑娘 突然在請いただ